余祥泉是神還是豬 我覺得他是豬對的 他氣到枯萎 他氣到在床上枯萎 你要創造你的價值 就像甄莉這樣子 婆婆會覺得說 哇 我剛才嫁一個媳婦 我好像還賺到一個什麼 我也是獨子 可是我在家已經沒有什麼位子了 我沒有看過我爸夾菜給 這夾菜給柔柔 爸爸很少會聲讚我的 他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這個驕傲 對 這個你聽到你就覺得 被認同了 你被肯定了 他肯定 余祥泉是神還是豬 我覺得他是豬對的 其實滿看得出來的 真的 因為他就是講話是很直接的那一種 像前幾天我就是 因為懷孕我就口味會變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突然特別想要吃麥當勞 就是如果孕婦沒有吃到 就會很生氣的那種 我就跟他講說我想吃麥當勞 然後他就說 不要我現在想吃韓式炸雞 我有時候我不想吃韓式炸雞 我覺得那很油 不好吃 因為他以前很愛吃那個 可是我那時候已經跟他說我不想吃了 反正那時候我們就有點小爭執 然後之後他媽媽就剛好打電話上來 就說 喂 他說喂 那個樓下有稀飯喔 你們下來吃稀飯 然後他就超白目的 他直接說 柔柔說他不想吃 他什麼東西都不想吃 蛤 可是我根本沒有這樣子說 我只是說我不想要吃韓式炸雞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有點小爭執 沒有其實 他就故意講說柔柔說他不想吃雞飯 什麼都不想吃 真的 然後我就超無言的欸 真的 其實那個時候是已經有 已經有一點情緒 因為他在跟我吵架 可是他也不能這樣 他只是想吃個麥當勞 對啊 你也有什麼情緒 你因為你想要吃韓式炸雞 他在跟我吵架 然後 然後因為 因為我會為了 因為我要幫我爸媽一起叫 那我就想說 我爸媽會想吃麥當勞嗎 他也不會想吃韓式炸雞 是啊 對啊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想吃你爸媽就想吃 他想吃你爸媽就想吃 你有沒有看得到我爸媽 他想吃什麼 結果我真的叫麥當勞來囉 後來真的還是如他所言就 我們就全部叫麥當勞 我媽一口都沒碰 可是你爸爸吃得很開心 我爸爸吃得很開心 就好吃了 對 喝一點喝一點喝一點 那你怎麼可以直接就跟你媽講 對啊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比較 他就說話很直接 他就不會經過大腦的那一種 其實不行 真的啊 他有點生氣你知道 你氣到哭欸 他氣到在床上哭欸 說我不想吃 對 然後丟在床上 然後我開過音我就說 那個 我都說他不想吃 吸飯 然後他什麼都不想吃 超百股的對不對 然後他在床上 錯氣 不想為什麼會錯氣 因為我也不敢回嘴那一些 我就 因為我現在在他媽媽心中 印象是很好的 我那時候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也不敢回嘴 然後我就自己 默默的在床上哭 然後他就覺得我在哭什麼 然後後來就真的還是 叫麥當勞給他了嘛 但是你知道 因為他是你媽媽 對 兒子啊 女兒啊 再怎麼樣媽媽都還是原諒嘛 對 可是媳婦其實是不太一樣 對 雖然有些人會把媳婦也當成女兒 但是 還是有一種很客氣的那種 很尷尬的成分在裡面 對 我叫你來吃你不要吃 我總是還是心裡會有個 就像 就像我媽 在她懷孕期間她說 要多吃魚 對小孩子比較好 所以每一餐都有一條魚 好好喔 然後我媽就一直夾給她 一直夾給她 一直夾給她吃喔 可是 沒想到呢 柔柔的口味變了 她不喜歡吃魚 她吃了魚會吐 會感覺想吐 然後睡到晚餐就吃不下了 小孩子都會叫我去煮 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發現 因為她一開始也沒跟我講 我還沒有發現 然後媽媽 夾魚給她吃 我有一次看到 那個是可能是 可能有一點點魚腥味的魚 夾給她 夾給她以後呢 她吃了一口 她臉這樣 感覺快要對我說 欸你幹嘛 然後 她上去她就跟我講說 你要叫你媽 不要夾魚給我吃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講 我在餐桌上她就一直夾魚給我吃 我就只能吃掉 我也就不好意思說 喔我不想吃 因為她又很辛苦 又煮了這麼多 對然後我都會 就逼著把它吃掉 然後我每次在餐桌上 對她濕顏色 她感覺都沒看到欸 因為我想說她給她 她只看到 是 她就指控自己吃 她好夾 我也是夾東西 我也是夾菜給她吃啊 對我媽夾魚是一個舉動 對 對她都在好嗎 然後我媽後來就直接跟我媽講 欸媽 你不要再夾魚給肉肉吃了 她會想吐 然後我媽的臉就 喔 就很尷尬這樣子 對啊 哇你真的還蠻不會講話的欸 真的 欸等一下 好那我問一下 那我就問一下兩性專家 或是各位主持人意見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應該要說什麼 魚這好吃啊 媽我來吃 你就把它趕快夾掉 送到自己嘴巴裡面啊 然後你就說欸 她最近除了魚啊 還有對哪一個東西 其實也蠻想吃的 可是直接講不是比較快嗎 因為以後就不會有一條魚在上面 對 那你要知道你要直接講 你要私底下 只有你跟你媽媽兩個人的時候 你再講 你不能在餐桌上講 這樣很尷尬 這樣會很 你要私底下跟媽媽講 媽媽都會OK 我弟就是一個豬隊友 因為我弟弟他就是 他老婆他不准他老婆去上班 他就是要老婆在家裡幫忙照顧家裡啊 幹嘛 就不讓他上班 那我媽又覺得我兒 我弟工作很辛苦 所以他每次就在我面前一直罵我弟媳說 你那個弟妹都不去上班怎樣 然後我就看著媽媽說 你罵他幹嘛 去罵你兒子啊 是你兒子不給他上班的耶 你怎麼可以一直罵你 對啊 鬧喔 可是我跟你講 幫你弄一下 不是啦 那你要想嘛 我弟在我媽面前講說 我媽都不吭聲 可是其實她是個癮的 你懂嗎 這個姐姐 這個姐姐兇耶 對 我就是家裡的媽媽 對啊 再不聽話打死你 打死我打死你 我就用恐嚇式教育 我就用恐嚇 可是我沒有真打 沒有真打 其實你要創造你的價值 就像甄莉這樣子 婆婆會覺得說 哇 我剛才加一個媳婦 我好像還賺到一個什麼 哎呦 讓她感覺到她有賺到 她還要再拿我的位子 其實我在家裡已經 我也是獨子 可是我在家裡已經沒有什麼位子了 你知道嗎 沒有耶 就是打 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幹嘛 我每人在整理東西 整理什麼 我也很累啊 然後我爸夾菜 我本來以為他要夾給我 我從來 我沒有看過我爸夾菜 他夾菜給肉肉 我覺得我比狗還不如 我想說狗還會吃零食過來吃 我都沒有地位啊 我也是獨子啊 為什麼 我覺得我爸爸有講過 爸爸有講過 女生是要嫁出去的 所以是拿來疼的 男生是要養家的 所以你是要自己扛起來 扛起來 對沒錯 所以他不會給你很多金權上的支持 什麼都要靠你自己 是這樣講的 其實這樣本來就是 對 可是以後也都是我的啦 這個我們要照你不要講出來啦 我太勒 他爸爸很少會稱讚我的 他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欸 講學現在不一樣 很有責任感 對 他說我很有責任感 他對著新聞媒體 很多人喔 他對著新聞媒體講的 跟我一樣 然後跟我一樣 跟他一樣 這個 驕傲 對這個你聽到你爸的驕傲 你也感覺 被認人了 你被肯定了 他肯定我了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 我活了三四十年 我終於被我爸肯定了 YES 所以這才是神隊友 因為你改變變好 其實對他也是好 沒錯 對 那我是會覺得說 其實女人在跟老公在相處的時候 有些時候老公 我相信祥權他一定也有做對的地方 如果今天他有做對的地方 請女生一定要大力去 給他補下去 就是要去稱讚他 讚美 就是老公你這樣好man 你今天擋著我一隻箭 好man喔 那男人就比較會 能夠記住說 原來我有做對的 對不對 那如果做錯的話 請你用撒嬌的方式 門關起來 跟他講說老公 你今天在那個媽媽面前這樣講我 其實我不是很有面子 你不要這樣 就是不要說在面前就吵出來 而且說很多事情 我們就是 該災難的地方 我們就柔情是水 把門關起來跟老公講 可是老公做對的地方 一定要大力去讚美他 讓老公有那個記憶點 就是說 原來我也不是說 完全都不能夠處理啦 其實我還是可以 他下次就會做得更好嘛